用数学逻辑分析人生赌局 欢迎来到数学港湾频道 我是云天 无风险套律是基于这样的想法 利用不同市场的价格差异 有可能获得利润 例如 如果A公司以10美元的价格 出售一种产品 而B公司以11美元的价格 出售同样的产品 那么套利者可以从A公司购买干产品 并卖给B公司 将1美元的利润收入囊中 这个原理其实非常容易理解 大家还记得视频前面 我们介绍了足球博彩公司 为了稳赚不赔 会根据收到的押注金额 动态调整赔率 由于世界上存在很多博彩公司 每家公司收到的押注金额 肯定是不一样的 所以各家公司开出的赔率 也会有所不同 这就带来了无风险套利的机会 我们继续拿上面的例子来说明 假设博彩公司光头墙 开出的赔率如下 根据光头墙收到的总体押注金额 这个赔率可以保证光头墙 稳赚不赔 A球队赔率是一赔1.2 B球队赔率是一赔4 另外一家博彩公司灰太郎 开出的赔率如下 同样 根据灰太郎收到总体的押注金额来计算 这个赔率也是稳赚不赔 那A球队的赔率是一赔1.5 B球队赔的赔率是一赔3.5 那以上的赔率对于玩家来说就存在一个无风险套利的机会 那就是在光头墙那里押注B球队赔 而在灰太郎这里押注A球队赔 我们假设玩家还是希望拿回100元 以下是计算的结果 在灰太郎押注A球队赔的赔率是一赔1.5 为了拿回100元 需要押注100除以1.5等于66.67元 在光头墙押注B球队赔的赔率是一赔4 为了拿回100元需要押注100除以4等于25元 也就是说玩家为了拿回100元 总共需要押注的金额是66.67加25等于91.67元 这样无论哪一个球队赢 玩家投入91.67元可以拿回100元 这种情况下玩家就稳赚不赔了 通过几次分析我们终于得出了玩家稳赚不赔的策略 大家还需要加入平局赔率的计算 有任何问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评论点赞转发 如果大家利用这个策略在世界杯赢了 延企留言让我们为你欢呼 最后希望大家可以在2022世界杯中看得开心玩得欢乐 数学赶玩会陆续推出对各种赌场游戏 获得人生赌局的分析 为了不错过任何后续的视频 请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对本视频点赞转发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